612項 依早雖然氣溫相當低 但5至中華路612項這邊 卻是喜氣洋洋 因為大家等待 依舊的向道打通工程 終於在這一天實現 這條路開通醫 最重要是讓我們後面 我們所有的居民 在了新的方便以外 我覺得最重要是安全的問題 所有關心我們的里長 為我們爭取這一條路 二十幾年來 我們最高興的就是今天 謝謝大家 在這個居民安全上 讓我們至少這個打通的部分 保障到我們這個整個社區 所有的一個生命安全 非常非常的重要 當地里長表示 雖然只有30多公尺 但卻能解決里頭社區 數百戶的出租問題 之前社區就曾經發生過緊急事故 卻因為向道狹窄 消防車跟救護車進不來社區 差點釀成遺憾的事件 而索性在地方的努力下 市府終於規劃了 近三千萬經費來打通 現在虧瀏不完的日子 但是大家告訴大家 愛對的大家 一定愛對的 十幾年前 我聽到我們各議員這樣說 就有土 土要來打 要來打得通 但是 剛才說經費的問題 沒辦法 雖然只有短短的32公尺 可是剛剛市長 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 理長都有講 這打通的是救命 這裡頭的消防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解決 中華路612項打通工程 在市長胡志強的帶領下 眾人一起雙香祭拜 希望神明庇佑工程順利 預計今年5月 這道路打通工程就會完成 今晚來初封台中才訪問到